上一集说到 在一时佩雷斯的投降之下 宁加拉瓜的伟人 民主捍卫者 自由守护神索莫查先生 以一种极为戏剧化的方式 倒在了舞台上 然而 由于手枪的威力太小 中枪后的索莫查居然没死 这下宁加拉瓜人 放下的心终于悬着了 老爷子今天才六十 不会有康复的风险吧 不过 在训练有素的 美国医生的治疗下 索莫查的治疗之旅 虽然过程上有点曲折 但好在结果是好的 死了 1956年 索莫查正式出殡 索莫查死后 群臣皆以为 黄章子路易斯索莫查 人名孝有天下贵心 一等大位隐行民政 宁加拉瓜的索莫查王朝 从此进入了第二代 然后当尼加拉瓜人 了解了这位总统之后 大家都表示 路易斯这人 你别说 你还真别说 1922年 路易斯·阿纳斯塔西奥索莫查 德拜勒出生于 尼加拉瓜的旧都莱雅 相比于有着 垃圾桶美誉的父亲 路易斯在尼加拉瓜 一直有一个著名的标签 农民 虽然本人的文化 比较分数更入 但对于长子的培养 索莫查还是非常上心的 在路易斯14岁的时候 索莫查就把他送到了美国 先学军事 后学农业 以这样的家庭学农业 听起来似乎是罗马变罗马 但事实上 路易斯对这个专业非常满意 在索莫查在尼加拉瓜 大沙四方时 路易斯在各片农田里 认真耕耘 一身种地的吻石 出神入化 要不是1944年 索莫查让他回国 路易斯很可能 把一生贡献给农业事业 1950年 路易斯被索莫查 拽进了国会 然而 在参加政治活动之外 路易斯依然热衷于种地 他在种植园里 试验新的制党法 并且在治疗虫害 和牛奶加工方面 颇有成果 身为尼加拉瓜议长 路易斯经常亲自 给农产品施肥打药 作为农业专家 在各地的种植园里 指导生产 因为这些行为 在尼加拉瓜人看来 相比受命受心的索莫查 老索家这个大儿子 可实在是太拟人了 索莫查死后 路易斯很顺利地 继任了总统 然而 人们很快就发现 路易斯的本事 并不只是当个农民 在上海之后 路易斯意识到 在父亲的德政之下 尼加拉瓜的底层劳动者 虽然不能说是安居乐业吧 至少也可以说是牛马不如 很多人出现了 投共的形象 而且 老索家吃干麻将的 公有制经济 也让精英阶级十分不满 索莫查政权 随时有可能 被各方势力投席 因此 路易斯认为 自己家的索尼集团 想要继续存在 政策就必须向薰总看齐 自己活 也让别人活 为了缓解压力 路易斯实行了 三个方面的措施 首先 他决定提高底层福利 1957年 路易斯把社会保障法 加以落实 加大教育投资 1963年 他拿出了土地改革法 想要把老塔桥 横扔暴敛来的土地 分给农民一线 并且大力修建水电站 准备依靠工业 解决失业问题 在外交方面 路易斯除了对美国 步步紧尊外 也致力于跟拉美邻国 和欧洲搞好关系 力求为尼加拉瓜 打通出口渠道 而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事 路易斯认为 在犬妇的德政之后 索摩查家族 必须寻找退路 从1957年开始 路易斯就准备 让家族逐渐从一线抽身 1963年大选 他甚至放弃了竞选总统 想通过扶持傀儡 在幕后影响尼加拉瓜 应该说 在拉美众多的独裁者中 路易斯的执政思路 是相当难得的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很可能带领 索摩查家族全身而退 而众所周知 能出现在通辽宇宙里 不出意外 那一定是不可能的 因为路易斯的政策 执行得并不顺利 初让家族利益 遭遇了以弟弟为首的 家人们的一致抵制 想要土地改革 让出的土地 全部被其他搞头兼并 外交警战美国 路易斯大力支持 古巴巴蒂斯塔政权 结果巴蒂斯塔输了 而新上台的领导人 叫做卡斯特罗 当然 路易斯改革的最大困难在于 1967年 44岁的路易斯突发心梗 死了 而在路易斯死后 索摩查家族的未来 也就从此走上了 另一套轨道 作为家里的赤子 阿纳斯塔西奥 索摩查德拜勒 与哥哥路易斯的人生 是完全不同的 对于赏子 索摩查比较看重教育 而对于赤子 索摩查就只剩下了宠爱 他将小儿子称之为小塔桥 以示赤子累计 由于在出生的时候 索摩查还处于 文乡是厕所的状态 因此 小塔桥的童年 过得并不宽裕 上了也就是本地的普通小学 据当年的老师回忆 小塔桥非常聪明 就是性格有点急躁 造型不甘不尬 为人一惊一乍 花钱斤斤计脚 做事格局不大 14岁的时候 由于索摩查已经登基建座 小塔桥被送到了美国教育 中学后进入西点军校 1946年 毕业后的他就接手了 尼加拉伯的国民警卫队 由于在索摩查的设计中 小塔桥只是哥哥的帮手 因此在教育培养方面 对小塔桥的要求 比对着哥哥要宽松得多 他在外面揉揉揉揉揉 哥哥在家里好的收到 由于不堪重负的家境 小塔桥养成了灰金如土 飞扬把护的性格 索摩查遇事后 按照路易斯的想法 此时不宜深究 去去杀父之仇 为了避免树敌 咱还是算了吧 但负责管理军队的小塔桥 完全不停 直接展开了一场大屠杀 在路易斯上台后 小塔桥对哥哥的政策 极其不满 白花花的银子 让给穷人 造孽 我们应该损人利己 从我做起 你说什么 潜在的风险 谁吃了奥特曼编了 敢造咱们家的烦 怕什么 有兵赞 1963年 路易斯放弃了竞选共同 为家族退军幕后做准备 对于这种做法 路易斯认为是大局观 小塔桥认为是脑血栓 家父置风目语 客丁祸乱 优微激心已有今日 你这种做法 是陈瑞加好友 主动认输啊 1966年 小塔桥不顾哥哥的劝阻 在家族其他成员的支持下 宣布参选总统 同时 他提出了一个 相当炸裂的竞选口号 我唯一的敌人 就是国家的敌人 共党颠覆分子 和保守资本家 对于这种 全服宣战的睿智领导人 尼加拉瓦人 自然是不慎支持的 以鲍叶大亨 查摩罗为首的反对派 组成反对联盟 是要阻止小塔桥当选 作为一名行动上的巨人 小塔桥的回应 也比较朴素 1967年1月 在反对联盟的集会上 小塔桥命令军队 扫射集会人群 很快就上百人丧命 幸存下的人们 想躲进附近的酒店避难 国民警卫队的坦克 直接对着酒店就来了一碰 从物理上 粉碎了反对派 在这种朴素的 拉票手段下 小塔桥顺利当选 对于自己的执政思想 小塔桥的理念 也非常简单 副兄辛苦了大半辈子 也该让我想想书的 首先 出于对美国的向往 小塔桥全面放开了 美国资本进入尼加拉瓜 花旗银行 摩根大通 可口可乐公司等 一大堆美国公司 被引入尼加拉瓜 这些巨头企业 瞬间击垮了 尼加拉瓜本土的金融和实业 尼加拉瓜经济 迅速萧条了下来 但小塔桥对此毫不在乎 反而要趁着这个机会 真正的搞一次 公有之经济 在本国经济被干崩后 小塔桥开始了趁火打劫 在路易斯时代 被放出的耕力 要加倍收回 趁着本国企业被打垮 小塔桥开始大量抄底 在上台后 仅仅两年的时间里 小塔桥就在首都 收购了130多处不动产 而且 相比于富兄 主要在本国消费 小塔桥主打一个资本转移 他对外国企业 进行了大量投资 是瑞士雀巢和美国银行的大股东 经常以总统之尊 去美国开股东会 同时 在对内搜刮上 小塔桥也彻底放弃了 索摩查之前的 特鲁西列经济学 核心思想只有一个 百姓可以苦一苦 我的钱包苦一苦 老索摩查时代的总统佣金 被他加了三倍 理由是 我爹一份我一份 还给我哥收一份 同时 在教育方面 小塔桥也实行了 彻底的马西埃主义 路易斯想要发展的教育事业 在他这里彻底断过 1970年 曾经有人请求他 多少批点钱 维护一下学校 小塔桥发表了一句名言 我不想要受教育的人口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 其他的基础设施 自然也没必要维护了 因为尼加拉瓜 在小塔桥眼里 就是个大生鸿蒙 你见过谁给生鸿蒙搞装修的 1971年 一场严重的旱灾 席卷了尼加拉瓜 在旱灾发生之后 很多尼加拉瓜人 才了解了小塔桥的技巧 他这个人吃不了亏 由于财产受到损失 旱灾后的小塔桥 不仅不振灾 反而开始了 变本加厉的剥削 至此 尼加拉瓜人 彻底忍无可忍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活着 就不想让别人活 为了反对小塔桥 忍无可忍的尼加拉瓜百姓 纷纷准备投靠 那个一直在反对 索莫塔政权的组织 桑利诺民族解放阵线 在古巴革命成功后 卡斯特罗的成功故事 感染了拉美大量的青年 为了反对独裁政权 1961年7月 一些从海外回国的 尼加拉瓜左翼青年 正式成立了提抗组织 他们借用了尼加拉瓜民间 最无畏望的名字 将组织命名为 桑利诺民族解放阶线 其实在桑戒镇成立初期 这个组织完全不知道 该怎么发展 只能盲目模仿古巴 他们看到卡斯特罗 在山里打游击成功 咱们尼加拉瓜也有山呢 于是桑戒镇的成员们 在尼加拉瓜寻没了一大圈 找到了一块打游击的宝地 这里崇山峻岭 地势险恶 农民生活极为困苦 稍加发动 一定能打起一场游击战争 在选定地址后 桑戒镇购买武器组织人手 就正式向山里进发了 然后他们发现 这块宝地的情况 与自己的想象有一些小差距 首先是地形 这里地势险恶不假 问题是过于险恶了 山路行军的桑戒镇 频繁遭遇意外 损失了大量物资 还有成员坠压身亡 其次 本地的农民生活确实困苦 但问题也一样 过于困苦了 由于本地土著 长期不与外界沟通 这些印第安人 连西班牙语都不懂 你个人说前门老屋子 人家听成大马猴子 根本无法发动群众 折腾几个月后 桑戒镇狼狈地 撤出了游击区 再之后 桑戒镇也不断地改变方式 不过由于实力弱小 大多轻松被政府军镇压 因此组织发展一直不顺 然而 有的时候 一个组织的发展 不仅要靠成员的努力 也要干历史的进程 随着时间推移 桑戒镇的成员们发现 为了自己组织的扩大 小大桥是真帮忙啊 1972年12月23日凌晨 一场巨大的地震 在尼加拉瓜首都 马那瓜爆发 强烈的地震 摧毁了尼加拉瓜 大部分的建筑 也震坏了发电设施 尼加拉瓜很快陷入 全国大停电 地震发生后 马那瓜全城陷入了混乱 由于无人维持秩序 抢劫之风 迅速席卷了全城 同时 无人问津的大伙 很快弥漫城市 为了求生 灾民们疯狂向外逃离 直到第二天下午 心有余悸的小塔桥 才从安全屋里出来 宣布戒严 但是 索马查政府的救灾行为 虽然不说是雷厉风行吧 至少也可以是聊胜于无 由于救灾工作 混乱无序 遇难者的尸体无人搬走 整个马那瓜被浓重的 尸臭笼罩 一副末日景象 在地震发生后 美国 苏联 中国 日本等全球恶国 纷纷对尼加拉瓜 施以援手 美国大亨霍华德·修斯 当时就在马那瓜 地震发生后 修斯为灾区 捐助了大量款项 英国滚石乐队 在洛杉矶举行慈善演出 将筹集到20万英镑 捐给灾区 西班牙在一拍现场 将一只玫瑰花 派出了天价 而伯多利各球星 罗伯特·克莱恩特 更是为了给灾区 运送食物而不幸罹难 面对国际社会的大笔捐赠 小塔桥感动了热烈盈眶 要是没有地震 我上哪儿挣这么多钱呢 在地震之后 美国政府 卫星加拉瓜 捐赠了3200万美元的救灾资金 然而钱刚打过去 小塔桥就扣下了一半 除了贪污政府捐款外 所有经过小塔桥手里的捐赠物资 小塔桥都要扣下 然后高价转卖到灾区 当然 你要说小塔桥完全不管灾民 那显然也是不对的 对于地震后 全家荡产的灾民们 小塔桥也贴心的给了他们出路 财产没了 你还可以卖血呀 在马拉瓜灾区 小塔桥专门开设了血战 让无家可归的灾民们来卖血 收购血液的价格 竟高达每人50美分 在对灾民们物理上的吸血后 小塔桥将这些血液高价卖给美国 真正实现了短平快的价值转化 当然了 对于那些拒绝卖血的灾民 小塔桥也不忘关怀他们 地震之后 小塔桥宣布 所有的受灾土地 一律收归国有 严禁四大乱戒 要是想重建家园 就必须缴纳一笔高额的重建费后 才能开工 就算重建 也要选择总统家的建筑公司哦 这项得证 导致了30万人无家可归 人家拉瓜的基础设施 和社会秩序 陷入了总崩溃状态 在小塔桥亲政几年后 他虽然没有做到 让所有人都满意 却成功做到了 让所有人都不满意 全国只有10%的人 具备基本的卫生条件 83%的儿童营养不良 人均寿命只有53岁 而另一方面 小塔桥让索莫茶家族 控制了全国一半以上的耕地 三分之一的牧场 67%的进出口贸易 自耕农的土地完全被夺取 城市的工业彻底崩溃 社会福利全部消失 在小塔桥的勤政下 整个宁加拉瓜 都是一片 不不胜的一碗屋井发的景象 对于桑杰镇而言 小塔桥无疑是 本组织真正的动员部长 经历了小塔桥几年的德政后 桑杰镇的组织规模 开始了大发展 他们的理念 也直出了宁加拉瓜的社会痛点 神助权 桑杰镇 只因索匪闹家园 不下雨 地发干 都是塔桥遮住天 乾坤道治混于仙 千里卧野无生产 官做贼 贼做官 塔桥当道祸根源 神也怒 仙也含 上帝降下 桑杰镇 焚黄表 生香烟 请来天主大神仙 邪火枪 并铁拳 干翻塔桥不为难 小塔桥 心满痕 阿纳斯大 哭连连 索莫茶 全杀尽 人民胜利 定将人 但是 对于丢民的造反 小塔桥完全没在怕的 因为他有一个牢固的靠山 你帝听宗 很少有人知道 小塔桥和尼克松的关系 相当不错 1958年 还是副总统的尼克松 访问拉美 就和小塔桥解下了身后友谊 后来尼克松参加大选 小塔桥亲自 写百万美元给听宗入围 这份定策之功 让小塔桥非常自信 1971年4月 小塔桥访美 尼克松对他 给予超贵恶接待 小塔桥在回忆录里感动地写道 我认为我是他最好的朋友 有这样的朋友 小塔桥自然心态很稳 在镇压奇异者时 刀嘴电锯心的小塔桥 也放心地发展形体艺术 各种酷刑都大百十件 然而 1974年 稳如老狗的小塔桥 却开始慌了 因为这一年 他的好朋友美听宗 因为听错了地方 他辞职了 在尼克松下台后 小塔桥的日子迅速恶化了 1974年9月 他艰难地又赢得了一次大选 由于感觉自己不太受欢迎 郁郁的小塔桥 只能频繁开party 来安慰自己孤寂的心境 1974年12月27日 又一次豪华聚会 在农业部长家中举行 小塔桥本来准备参加 但一临时有事而改变了行程 然而 当晚12点 小塔桥被一阵电话铃惊醒 电话里 他的哥哥何赛颤抖着说 夜会遭到游击队袭击 我和美国大使出来了 其他人都被抓了 包括咱的妹夫 没错 这事是桑解镇干的 随着投奔桑解镇的人越来越多 其组织也越来越成熟 除了人员增多外 桑解镇也获得了国际援助 出于对小塔桥得政的欣赏 古巴的卡斯罗和巴拿马的 托里霍斯将军 纷纷为桑解镇送来了武器 1974年 在厅中下台后 桑解镇认为 是时候增加一下 小塔桥的感知度了 通过马拉瓜的内线 桑解镇得知 尼加拉瓜的农业部长 即将组织一场豪华宴会 全程的打官显贵都会参加 所以 桑解镇决定派遣13名精锐战士 分成三组秘密潜入马拉瓜 为了行动顺利 桑解镇认真研究了建筑地图 还特意为了照顾女兵 带了三名女战士 宴会当晚 桑解镇的游击队员们 轻易地封住了宴会现场 除了出去散步的 美国大使和老索莫查的 私生子和赛 参与宴会的所有人 都成了俘虏 在听到消息后 小塔乔急火攻心 给老子强攻 当俘虏的人质 就当卫国捐躯了 老子一定跟桑解镇没完 结果 小塔乔命令还没下 他妹妹就重了进来 你跟谁没完我不管 到我老公那儿死在里面 我一定跟你没完 在人质家属的压力下 小塔乔只能放弃了强攻 转而谈判 很快桑解镇的条件就来了 他们送来了好几卷 录音带和录像带 告诉小塔乔 把这些资料放在媒体上 向全国直播 你要是敢停 我们就撕票 小塔乔看了一下 资料里全都是索摩查家族 压迫人民的黑历史 无可奈何的他 只能喊累同意播放 播就播吧 反正我们家的名声 也一直不算很好 也不差这么点的 在节目播出后 桑解镇又提出了第二个要求 准备八百万美元 要现金 听着这个要求 小塔乔破防了 连我可以不要 但你怎么能超过要钱呢 不行 这钱我不能自己出 妹子 你不是要老公吗 出个二百万不过分吧 妈 那里面有不少娘家人 你这四百万花的值 小塔乔凑齐了八百万后 桑解镇提出了第二个要求 给我准备一架 加满油的飞机去古巴 别少花样 我会带重要人质 一起上飞机 就这样 在几千名国民警卫队的护送下 13名游戏队员 带着钱和人质 轻松撤往了古巴 这次劫持行动 让小塔乔彻底射死 但是 作为一名凡事先检讨别人 在安慰自己的优秀领导人 小塔乔是不会反省 自己的错误的 跟他一笔 公标都算是自行内敛的 在事件过后 小塔乔开始疯狂报复 他四处派兵清香 镇压一切与游击队有关的人 其手段 包括阉割男人 强奸女人 用铁链做围镜 用老口肩把牙齿等等 事后统计 在小塔乔当政期间 有超过四万人 死在了他的酷刑之下 由于杀人太多 小塔乔经常吃着饭的时候 感觉自己身上沾满了鲜血 虽然镇压的手段 愈发残忍 但整个宁加拉瓜的人 都因此看到了 索摩查政权的脆弱 由于感到人民 越来越不尊敬自己 小塔乔已经开始 不满足于 拿老百姓开刀了 1978年1月10日 暴夜巨头 索摩查政权的 头号反对派查莫罗 在上班的路上 被人连开三枪 当场死亡 作为著名反对派 查莫罗拥有巨大的名气 他的死 直接成为了国际新闻 消息传到美国 卡特总统震惊了 虽然卡特在上台后 一直主张人权外交 但他过去 一直没有关注过 尼加拉瓜 因为他正集中精力 解决巴拿马运河问题 但查莫罗被杀的 动静太大了 卡特和他的幕僚 经过讨论后 得出了共同的判断 尼加拉瓜 已经成为了一颗定时炸弹 他早晚会炸 必须对小塔乔采取措施 于是卡特决定 劝劝他 美国政府之所以 没有制裁小塔乔 核心原因是 索摩查政权再不是东西 但在反共这件事上 还是坚决的 在大是大非上 站得很稳 万一把小塔乔弄下去 尼加拉瓜投了共 那可就大大不妙了 饿死是小 投诉是大呀 由于卡特对小塔乔 只是口头劝说 美国媒体经常批判他 搞两面派 小塔乔也看穿了 卡特不敢换人的窘境 于是完全放下心来 在风波过去后 他一边答应 美国大使会改善人权 一边惬意地 开始出访各国 然而在小塔乔 出访的过程中 1978年8月22日深夜 小塔乔又接到了一通电话 还是原来的配方 还是熟悉的味道 丧吉林突击队 突袭占领了国务公 拘留了3000多参众议员 你们全家被一锅端了 这一次小塔乔的反应 明显淡定了许多 由于上次的流程早已走通 小塔乔仅用两天 就解决了这次危机 他释放了大批政治犯 让揭发自己家族暴情的 广播电视节目 循环播放了两天 派人在首都各处 张贴了反对自己的革命公报 最后在奉上50万美元现金后 派两架飞机 把游击队员们理送出境 离走时 桑解镇突击队司令 戈麦斯还留下一句话 这钱我先花着 等花没了 再回来炒你要好 这次突袭摧毁了 索摩查政权最后一次威慑力 进入9月 莱昂 马塔加尔帕 艾斯特利等多个省份发生起义 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 都受到了波及 为了镇压起义 小塔乔的手段也比较直接 这种无差别攻击 虽然减缓了起义军的攻势 但是 此时连瞎子都看得出来 索摩查政权已经无法维持了 在美国的调停下 小塔乔表示 等这些任满后 自己就会下台 但桑解镇要求 小塔乔必须立刻下台 否则我们绝不罢休 进入1979年 桑解镇开始大举进攻 索摩查政权已经重判禁礼 1979年7月16日 穷途陌路的小塔乔宣布辞职 他从地堡中钻出 连夜带着家人逃往了美国 统治人家拉乌40英员的 索摩查政权终于跨台了 7月19日 桑解镇的部队 进入了首都马纳瓜 在革命广场正式宣布 成立新的 尼加拉乌民族复兴政府 而入丧家之犬的小塔乔 则在各地寻找庇护 他在美国受尽白眼 只能被迫处走 在巴哈玛 巴哈玛总理 在收了他100万美元的 住宿费后 立刻驱逐了他 为了前往巴拉圭 小塔乔不得不花费 10万美元才能乘坐飞机 虽然过程很曲折 但靠着数亿美元的身家 小塔乔还是成功 在巴拉圭安家 他买下了豪车豪宅 准备好好享受一下 自己的腐败成果 然而 桑解镇怎么可能这样扰过他 为了干掉小塔乔 桑解镇的刺杀友队 一路追到了巴拉圭 在埋伏多日后 刺杀友队逮到了 小塔乔出门的机会 突击队用步枪 对着小塔乔猛烈扫射 直接把他乱枪打成了筛子 为了保险 他们用火箭筒 把小塔乔的车炸成了碎片 这个索摩查王朝的末代暴君 最终连个全尸都没留下 小塔乔死了 然而 宁加拉瓜却并未迎来和平 因为 拉美的故事 从来都不是 拉美人民自己能说了算的 在推翻索摩查王朝后 新成立的宁加拉瓜 民族复兴政府的日子 并不好过 为了推翻索摩查政权 宁加拉瓜的直接经济损失 就高达170亿美元 超过5万人丧生 四分之一的人无价可归 整个国家已经陷入崩溃状态 由于清楚国家的状况 民族复兴政府在上台后 尽量调停各派势力 允许各派政党和宗教团体 参加政治活动 在经济上 除了清算索摩查家族外 新政府也没有追究其他寡头 在外交上 作为左派政党的丧解镇 没有选边站队 而是立刻宣布其不结盟政策 争取不要卷入冷战的漩涡中 然而 冷战的队伍 对于丧解镇的成功 美国政府感到极其失望 因为他们认为 作为左派政党的丧解镇 在拉美的成功 很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 更可能成为苏联在拉美的突破口 事实上 对于尼加拉瓜 能够从一个亲美国家 变成一个左派政权 苏联也感到极其惊讶 在民族复兴政府成立的第二天 逊中就亲自发来贺电 表示苏联政府愿意与尼加拉瓜 发展各方面的友好关系 苏联虽然愿意与尼加拉瓜建交 但对于这个新政权 能否在美国眼皮子底下存在 苏联人是没有信心的 为了帮助民族复兴政府继续存在 苏联立刻将尼加拉瓜 列入了白眼补贴薰多多的补贴对象 在新政府成立 今年20天后 满载着医疗用品和婴儿食品的 苏联艺术机就抵达了尼加拉瓜 随着局势逐渐稳定 苏联又陆续为尼加拉瓜 提供了粮食 化肥 卡车 机械 药物 渔船 文具 奶粉 收音机等 对于苏联的行动 美国政府同样看在眼里 在民族复兴政府刚成立时 卡特尔总统也力争 不要让新政权倒向苏联 1979年底 卡特尔命令将小塔桥 还没花掉的美元资金 全部拨给尼加拉瓜 同时又以民族复兴政府 申请了7500万美元的援助 在美苏两国的扶持下 民族复兴政府终于稳定了局势 开始着手大规模接种疫苗和扫盲运动 然而 就在尼加拉瓜局势已经转好时 1981年里根上台了 随着民族复兴政府与苏联的越走越近 美国政府认定 尼加拉瓜将无可避免地倒向苏联 而尼加拉瓜的成功案例 让中美洲其他国家的游击队受到了极大鼓 里根认为 如果共产主义以尼加拉瓜为基地 那么很快就会向其邻国蔓延 那么很快就会危及整个中美洲 最终在美国南部形成一个广泛的反美地带 所以 要阻止这一现象 就必须摧毁尼加拉瓜的左派政府 然而 美国并不准备直接下场 为了对付尼加拉瓜 里根提出了一套理论 低烈度战争 美国可以不直接出兵 而是通过制式级境内的反抗势力 通过发动消耗战来熬死一个小国 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 1981年8月 尼加拉瓜民主阵线在迈阿密正式成立 基地设在洪多拉斯 索马查政权的国民警卫队 纷纷过来下岗工人再就业 很快就发展到上万人 一年以后 革命民主联盟也在哥斯达里加成立 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 两支部的一南一北 正是对民族复兴政府宣战了 在所谓尼加拉瓜民主阵线里 基本全都是索马查政权的余孽 这些人在过去就不太同仁性 现在就更加无所顾忌 在中兴局的指导下 他们致力于通过恐怖袭击 来实现武装宣传 将主要的攻击目标 放在了尼加拉瓜的民用设施上 大力攻击学校 医院 农场 港口等基础设施 同时 他们尽量避免与政府军交货 反而致力于屠杀平民和学生 用酷刑来恐吓支持政府的老百姓 在开战三年之内 死于他们手中的平民 就超过了八千人 在南部 革命民主联盟的军队正规不少 但战斗力也很强 在双方南北加工之下 刚刚和平的尼加拉瓜 很快重新陷入战火 同时 中兴局也亲自出手 从1983年9月开始 他们在半年的时间里 轰炸了22处尼加拉瓜的 港口游库等重要设施 同时 美国对尼加拉瓜 开始实行全面经济封锁 禁止国际组织 为尼加拉瓜提供贷款 停止向尼出口小麦和石油 禁止进口尼加拉瓜的折糖等等 事实证明 对于控制苏联势力的扩张 里根的政策是有效果的 因为在美国的一系列打压后 苏联决定全部顶上 在美国的打压下 苏联的政策非常简单 美国不买的东西 我买 美国不卖的东西 我给 美国不是要推倒这块骨牌吗 也偏要把它扶起来 在美国的经济制裁下 苏联负责了尼加拉瓜 90%的燃料供应 并且向尼出口了大量粮食 同时为了支援战争 苏联为民族复兴政府 提供了海量的军火 从1981年开始 苏联开始向尼加拉瓜 运送包括坦克 防空导弹 武装直升机在内的大量武器 此时 尼加拉瓜的战争是否要继续大 已经不由得本国人来决定了 美苏两国是要在这个拉美小国 间隔高低 1982年 里根签署绝密命令 拿出1900万美元给中兴局 用来组织培训尼加拉瓜反对派 同一年 苏联对尼加拉瓜的军火出口 高达8000万美元 1983年 美国再次拿出2400万美元 给尼加拉瓜反对派 同时挑起洪多拉斯和尼加拉瓜的冲突 同一年 苏联的军火援助超过了1亿美元 靠着这些军火 民族团结政府在1984年节节胜利 里根对此极为愤怒 然而 此时的他却陷入了窘境 由于美国支持的反政府军的各种反人类行为 被不断曝光 美国国会拒绝在为这些恐怖分子拨款 因此 里根开始通过其他路径来搞钱支援这批反政府军 这也就为后来伊朗们的爆发买下了伏笔 为了帮着全身筹款 里根甚至默许反对派武装和诺列加一起贩毒 可见是真没办法 但是 即使如此艰难 里根也没有放弃他的低烈度战争的策略 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依然猛烈进攻 同时 苏联也顶着日益艰难的经济继续为尼加拉瓜提供军火 还用雷达系统击露了美国的飞机 在美苏的支持下 尼加拉瓜的这场战争足足持续了七年 在这七年里 一穷二白的尼加拉瓜不得不维持着十万人的常备武装 经济损失超过四十亿美元 农业工业教育医疗全面崩溃 人民连维持温饱都极其艰难 数万人死于战争 孤儿和无家可归者数不胜数 直到1989年 山穷水尽的苏联实在无力支持尼加拉瓜了 同一年 里根也结束了任期 双方终于决定坐下来 谈谈吧 1989年2月 参战各方终于达成协议 决定停止战争 通过选举来决定政权归属 然而 此时美国政府明白 失去了苏联支持的桑解镇 已经无力在抵抗美国了 在准备大选时 美国将尼加拉瓜的反桑解镇的各派势力 联合组成了反对联盟 推出了形象良好的查摩罗夫人来参加大选 而在另一方面 美国坚决拒绝遣散反政府军 而是提出了口号 先民主后遣散 在大选前夕 美国派遣反政府军在各处进行武装宣传 反政府军拿着枪挨压挨护的警告 如果不投票给反对联盟 大选结束 我们就杀了你 在美国的支持下 反政府军的恐怖袭击每月高达300次 同时 美国加大对尼加拉瓜的经济打压 在尼加拉瓜的通货膨胀飞涨时 查摩罗夫人造访白宫 老布什总统发表声明 如果查摩罗夫人当选 那么 尼加拉瓜人就将拥有一个民主的政府 尼加拉瓜将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 美国政府将取消贸易禁运 支援尼加拉瓜重建 其实 美国想表达的话只有一句 只有选美国支持的人上台 这一切才可以结束 因此 反对联盟的竞选口号也只有一句 我能改变局势 讲到这里 不得不感慨利比利亚的泰勒先生 高超的语言能力 相比于美国复杂的表述 泰勒先生的竞选口号显然更加想象 他杀了我妈妈 他又杀了我爸爸 但我还是会投票给他 还是结束这一切吧 1990年2月 查摩罗夫人以55%对40%的结果 在大选中获胜 桑解任失去了政权 查摩罗夫人当选的第二天 布什总统就表示 愿意与新总统合作 取消对尼加拉瓜的贸易禁运和经济制裁 并且为尼加拉瓜申请了5亿美元的援助 终于结束了 就这样 尼加拉瓜终于回归了平静 但是经过多年的苦难后 这个国家已经贫穷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如果没有海地 尼加拉瓜几乎可以竞争拉美最穷国家 在之后 尼加拉瓜的政权又经过数次更迭 但无论掌权者是谁 贫困和腐败都始终折磨着这个国家 只不过对于一个中美洲国家来说 这实在不算什么值得意外的特点了 今日的尼加拉瓜没有什么新闻 很少有人知道 1927年在这片土地上 曾经有个叫桑迪诺的年轻人发表过声明 我们宁愿作为一个爱国者 在战斗中死去 也不愿作为奴隶而苟祸 其实 在这个如今没有新闻的国家里 也曾经有人宁愿以生命为代价 试图主宰自己的命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